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MING PAO 一直以來不少藝人除了自身的演藝事業 都會創業一常當老闆的滋味 希望透過明星效應來賺錢 涉及的範疇,包括餐飲 時裝、美妝等各種行業都有 當中像金像影帝保羅劉曼的食品生意 影星Jessica Elba的環保產品生意 都是明星變成企業家的成功例子 至於今集請來的嘉賓 都在不同的範疇創業 分別是綠絲尹、譚恆蘭、墨子羅 我想即使不是做娛樂圈的朋友 知道做娛樂圈是相對挺難賺錢的 是行業 所以很多藝人都會有自己的副業 沒錯,不僅在香港 世界各地也是 例如像韓國一樣 江富東或Xa 他們開了一間實體的烤肉店 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們都會去到那邊 想問問幾位 其實是否覺得用藝人身分 開一些副業,其實是有優勢的 當然 為何會… 為何不是 一定有些支持者會… 例如我開餐廳 有些支持者真的來吃飯 那當然有優勢 有優勢的 Sharon呢 我覺得是有優勢的 每個人上網便可以搜尋你 不怕你拖他做 一定會找到你的 對於供應者來說是優勢 當然有好又有不好 不過我的個案是比較好的 因為當時我在網上開始 慢慢攪拌 發現人們真的會因為看你的影片 又或者知道你這個人 就算我沒有地面宣傳 也不知道為何會開始 有人認識自己的店鋪 所以對我來說有很多個壞 其實三位說完後 我比較覺得是藝人的知名度 和他們的誠信 令客戶相對對你有信心 但剛才三位也有提及過 有好有壞 但很重複這句壞 我想問壞在哪裡 是嗎?我覺得壞是… 例如你的產品有好 你的服務也好 你會比較容易掌握到別人的注意 有機會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例如你的產品用了 我敏感 你的服務用了 我覺得你的服務不好 可能很容易令人勾起這些東西 將一件事由一變到十萬 Kindop自己也是那間店的代言人 其實那間店發生了甚麼 又或者它的服務不好 甚至他們覺得沒用 他們會把所有東西都怪罪到老闆身上 所以要承受的風險也挺高 因為要把自己的演藝事業倒出來 其實客人會否對你們特別苛刻的要求 苛刻沒有特別苛刻 但可能會有更多問題 是因為他覺得很想跟你聊天 很想跟你直接接觸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以理解和領略的 我反而覺得不是別人對我苛刻 而是我會對自己苛刻 因為我自己開健身室 所以首先我一定不可以先胖 另外就是指甲店 要保持自己的樣子 至少要更光鮮亮麗 指甲也要乾淨 別人看上去… 或者我的睫毛也要很漂亮 然後人們看上去就會看到 我會覺得很漂亮,要先弄 我就會對自己比較學客 其實三位作為老闆 真的花了多少時間 會否特意花了很多時間 還是低調一點 我是選擇低調一點 原因是因為我本身是拍戲的 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有了第二個工作 一提一提 你現在的主力不是拍戲 你現在有餐廳,我就不想 所以我沒有周圍跟別人說 但上次有一個訪問被人問了 因為他要借一個地方 他沒有地方 我說,你來我這裡吧 就說了 不小心,很快快衝出來 現在還想過來 全港市民都知道這件事 對於大家來說,是否困身 我主力是網上的分銷 但困身嗎 責任上很困身 即是變成… 究竟剛才提到誰是副業 其實現在在想誰才是副業 我的正業 其實應該是在做我的護婦 副業可能變成… 藝人是我的副業 看看重點放在哪裡 剛才提到的行業 有些實體的,有些在網上上 我想問問Sharon 其實搞網上的店舖 有原因為何搞網上的店 會否因為成本等的東西 比較容易控制 網店起步感覺上會較容易 因為你可能有一個網站 自己進入一些資料 那時候我甚麼都不懂 打算不要浪費了一些時間 去嘗試做一些額外的事 然後搞一搞… 其實網店現在很盛行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去開 起步的成本會比較容易控制 我當初我也有想過開食體店 但因為要鋪租,要人手 要很多系統上的東西 還有很多環境因素 究竟你開商場好 還是開地鋪好 有很多事情要關心 網店的起步會較容易 所以就開始了網店 但長遠來說 會否覺得開始了網店 其實可能也有一個實體店 比較容易繼續經營下去 絕對對 因為我們做品牌,護膚品牌 當然可以上網看到一些東西 很方便,24小時 我經常覺得網店是每天24小時 每星期七天 不停為你工作服務 你睡覺時也可以聽到淺聲 但又想起一件事 如果要打品牌或護膚品牌 很多人想親身試試你的產品 你要有一個落腳點給大家試試 但有很多方式 你要擁有自己的店舖 未必 你可以去很多百貨公司的櫃檯 現在也很新興的一些概念店 不一定要在那裡拿現貨買 你進去或拿著平板電腦 簡簡簡簡,然後試 試完以後我們將貨物送到你的家 其實現在網店的範疇挺大 笑花,做健身有否可以做網店 我真的有聽過 我運過教練過去 不是我的教練 你幫他設定餐單 然後安排他的節目要怎樣做 你找教練過去 不是… 賣實力 對… 混水 我們有想過 因為我懂得拍影片 疫情那段時間也有想過 不如叫教練設定一個程式 或真的拍影片 總之你跟著這段影片去做 甚至乎上課 但想著想著 跟自己本身的初衷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 好,還是不做 每個人聽起來 都好像做到風生水氣 台灣也是 我記得丫頭有很多不同的庫業 結果他前陣子還買了一間 過千萬台幣的豪宅 送給媽媽 聽到這裡有庫業好像不錯 但針對沒有兩頭腿 可能當中遇到很多挑戰 待會回來繼續跟三位談談 創業就不會有100%的成功 不少藝人在創業的路上 都經歷過失敗 例如韓國的新冬業 曾經創業失敗負債80億韓環 只提起史不寶早年開始的餐廳 因為明星效應 初期獲得成功 但熱潮過後最終關門大吉 剛才提到藝人創業 有好有不好 有好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 我也想嘗試創業 創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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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總是會失手的 是否有些人 是完全不適合去搞生意 或者有創業的 你覺得嗎 我覺得藝人的感覺 或是出現時 平時也會更加顧慮 我們只要記得台詞 記得角色 記得所有稿行為 化妝頭、衣服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照顧過程度 所以如果出來做生意 可能甚麼都自己一腳踢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工作性質 轉型為商人的時候 有一個難度 我可以的 因為我也想笑 但我想… 為何大家有笑容 為甚麼 我懂得跟康笑 剛才我的笑容是最壞的 我笑容… 傳聞你很多 對 沒有… 傳聞是真的嗎 不,就是健身室和指甲店 裝修公司剛開始 不,其實本身都是家族的行業 所以我身邊有很多人的幫忙 所以我可以運動得很順利 但我身邊也有些朋友失敗 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通常很控制 很控制… 明明可能有夥伴 但他們會喜歡全攪拌 甚至乎不聽別人說話 結果很多時候都會吵架收場 我是很純… 我是非常睡合夥伴的人 即是充滿活動 對 因為你們全攪拌 當然是… 創業成功的原因是甚麼 你的伴侶好 對… 最好… 我不用理會吧 不會吧 餐廳也是你的 但另一方面看 就是一些評論方面 有些星島小市民會覺得 在預計劃,你藝人又有錢 但老筋仔不太靈活 開業一定會成功 你怎樣看其他人的評論 甚至會否有些外國的藝人 你會覺得他很成功 為何我不行 因為我會看 你很理解嗎 我… 又不可以說很理解 但我會了解 我也想知道外面的反應是怎樣 我覺得外面大部分人 例如你創業一個藝人 通常超過兩年或以上 可以斷定他是認真的 因為其實真的有很多藝人創業 這也是事實 但很多人都可能雷聲大雨點少 所以基本上可以界定 是兩年或以上的 你可以斷定他是認真的 對待他這新的事業 至於外國也有一些藝人或名人 我認為他是很成功的 例如我開業護膚品界 美國那邊有一個名叫Carly Jenner 他是一個美國的名門望族、名人 他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我留意到他本身是自己做自己的品牌 後來他做了一些成績 有一間歐洲的大美妝公司 跟他合作 所以這也是一個出路 不是一個人自己去孤軍作戰 而是有些大財團可能看對你 跟你一起合作 這又是另一個發展 是 而且說起是創業的藝人 我本身也想說台灣的黃立成 黃立成 因為他開樂隊 他也做了很多飯 但我想想 其實我身邊有一位朋友 也是很厲害的 就是… 就是遠利明 就是竟然喜歡的自己 對,是遠利明 真的要這樣做嗎 你自戀 我剛才回答你 真是驚中 對,你再想一次叫甚麼名字 就是遠利明 對,Erica 其實他開了一間護膚品、化妝品 公司 再加上他現在還要上市 亦有非常多的商店 我覺得可以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放在一間商店裡 然後可以把一間商店嘗試 我覺得這個女人真的很出色 非常出色 大家有沒有覺得 其實藝人創業困難的地方 或者所謂的致命傷 會是甚麼 我想可能藝人在工作性質方面 會覺得無論如何都會有光環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出場時 我做這些範疇 我不習慣下手下腳去做這些事 某程度上 可能有些東西 他未必太願意付出太多 我看見有些朋友 可能生意沒有維持得那麼長的原因 就是真的藝力不夠 而且不夠勤力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做生意 我會在前三個月 我會計劃整年的東西 我不喜歡一邊做一邊想 我會覺得一開始之前 就要考慮最初三個月 然後三個月後 就要再考慮最初的一年 再繼續計劃下去 自然而不知為何就會熬過兩年 很痛意的 對,很誇張 這樣做事 是 聊一聊,飲食、美容、化妝 甚至在時裝方面 我覺得藝人比較多會碰到的飯 有哪些你們覺得很有挑戰性 如果自己要碰到的時候 真的要再三考慮 我一想到第一件事 不知道為何會是… 藝人去創造一個時裝品牌 因為我之前也有攝製過時裝 原來從頭建造一個品牌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一件事 我覺得甚至比我開健身室更加複雜 因為你由設計、打扮、選擇布料 甚至布料不知為何悶悶責染 各方面所有細節都要做得很好 然後還要找師傅、找廠 每一件事都要親力親為 這件事其實非常花時間 我覺得經理人公司的範疇 對藝人來說是挺難的 通常人家管理我們工作 安排了項目 人家是因為你的名字 而找你做那件事 例如一個藝人 他有了差不多的明星時 他開一間經理人公司 他要去管理人家 要設定好他的經理人 旗下的經理人去管理人家時 可能在角色上反轉了 另外可能人家是因為他的名字 而找他 而不是找他的公司旗下的人 我覺得一定是酒吧 我覺得很堅決 很堅決 為甚麼?有很多的確決定 雖然我本身也是…有的 這個最特別 接下來是個人感受 對,非常之個人感受 因為你那時候的時間… 因為我們已經天晚上瘋了 對嗎 你夜晚還要去 對… 可能你有朋友過來 對 你又要去招呼他們 對,對嗎 身體上也不知道 招架得住 但我們還是年輕人 還要去招呼 對… 多喝幾年而已 很忙就休息一下 我的意思是你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現在你真的無法開工 對 但人們是因為你才來 所以這個可能會慢慢再考慮 或者失敗 是… 我們說了這麼久 其實藝人和做生意 兩個性質很不同 一個被動、一個主動 但有一件事都是相似的 就是力不道不為財 很多東西都是親力親為 所以今集感謝三位嘉賓上來 跟我們聊天,謝謝 謝謝… 沒錯,下星期同樣時間 輿論朝見,再見 再見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